其实我认为 餐饮行业应该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一个行业的 因为我们餐饮行业本身是一个场景性的社交消费 因为人家不出来社交的了 也不出来取餐 也不出来逛 那么自然而然 您可享受其他的一个影响有多大 那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说 以前我们是很难招人的 但是今年特别的好招人 证明到了很多餐饮店 这是很严峻的 当然了 国家现在的话 它也出台了很多的一些政策 去刺激咱们这样一个消费 因为中国的疫情控制的事非常好 也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国家从省里到市里到咱们区里 都发了一些相对的优惠券 让大家去出门去消费 那么这个代金券的话 它是不需要商交出任何成本的 由国家直接给钱的 明显感受到客流量增加了 确实刺激了一波消费 这一波刺激过后呢 其实客流量还是没有稳定下来 那一方面可能是搭在口袋里面呢 也是比较紧张 然后呢 我们还是不要担心疫情 所以 个人认为就是说行业迅速的付出钱 那最终还是疫情得到全面控制以后 才促进这种情况 那么当然了 我个人认为呢 那咱们的这种报复性消费马上就要来的了 因为大家憋得太久了 那么想吃的也吃不到啊 小孩的也有玩到 那么憋了这么几个月的话呢 只要疫情过 那么大家肯定会走出门去消费 所以我对这个行业的话呢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现在人们外出的话呢 普遍都还是戴着口罩 因为咱们国内相对来说 还没有到那种可以摘下口罩的地步 每一个到我们店内来消费的客人呢 我们都会做一个体温的测量 和个人信息的一个登镜 所以包括我们也会提供免洗洗手液 去做一个消毒 那当然我们店内每天早上呢 都会做一个消毒和清杀 这也是我们作为参与企业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种 社会责任的一个体现吧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客人对于消费的这种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对